影片里有一段感情 是你和女朋友 和他母亲之间在周旋 是吧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故事 为什么母亲的参与度这么高 当时我在他家吃饭 然后他母亲 就莫名其妙地和他吵了起来 我拎着枪子 然后要离家出走 我就走了 然后他母亲就把我扣在那 不让我走 我觉得真的很崩溃 还是很奇葩的 他肯定对这个姑爷印象还可以 我觉得女生家长 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 就是确实他长着一张 女方家长喜欢的脸 女方喜不喜欢两说 反正爹妈肯定是喜欢的 所以有一个外号叫这个 中年杀手 1号 杰杰逼 你好 你刚刚说就是 女朋友不是跟他妈妈不愉快 然后说了一句什么来着 就是这是你妈你不至于 但是他当时应该在情绪上 你追出来 他应该就是先安慰他一下 对啊 我是先安慰他的 他本来是很好的 然后我就说了 我说我看他情绪安稳了下来 我才说的嘛 我说你妈你不至于 然后他一下子又被点到了 你稍微倒过来就会好一些 你说哎呀 你毕竟是他女儿 他也不至于 这 13号 你刚才说你喜欢白色和薄荷绿色 是吧 嗯 那什么样的女孩在你心里 是白色和薄荷绿色的呢 白色的是那种就是 很单纯的 很文静的 然后很温柔的 然后青色是那种充满活力的 然后比较活泼的 最后一个问题 4号 男嘉宾 你好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颜色呢 通过你跟我聊天 我觉得你应该是 粉色 鸡蛋 鸡蛋 然后 谢谢 这个 这个 今天 这个 呢 �� 这个 这个 这个